表演 大家好 歡迎來到 《拜托了妈妈》 首先要欢迎一下 我们的挑战官 他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了 我们要欢迎王正亮 晓亮 欢迎晓亮 他是全能型音乐人 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让无数观众深受触动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 年轻就老了 实力唱作人王正亮 做客拜托了妈妈 又会展现哪些育儿经验呢 你爸爸多大了呀 爸爸现在两岁一个月 上次是 上次是一岁半 没有没有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刚满月 我来了三次 所以一岁半的时候 也来过一回 对 我一共来了 今天是第三回了 实际上 上次最高加点 三级跳 你看 要来学习 因为每个年龄段 在我们拜托了妈妈 都能够学到特别多的育儿 我给你讲两岁的时候 应该就是互交流了 能说一些小怪话了 什么感觉 好玩 好玩 特别懂得碾你了 他懂得跟你交流 然后懂得去照顾 每一个人的心情 然后每天说 我想跟爸爸视频 然后视频的时候 爸爸 这两个 哇 你的心就软了 现在不快了 真的是 好 那同时也要欢迎 我们今天的守护官 守护官罗靖 中科院心理所博士 中国心理学会科普为委员 老师 这个从心理学角度看看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嘚瑟 有孩子的爸爸确实真的会比平时的嘚瑟多了 嘚瑟有大方 对 我就提点不嘚瑟的事 来刷刷朋友圈 有一个特别特别火的现象 就是各个跟小孩有关的培训机构 妈呀 全是人 我们家门口有一大楼卖衣服的 那衣服都没人买 全在那一层 然后门口以一个小孩为单位 跟了一群保镖 你爷爷奶奶 什么奶奶奶 但是呢 也有问题 有烦恼 没准还是个大烦恼 来 我们看一下 到底孩子盖回来报兴剧班 这些家长还开了一个讨论会 哎呀妈 我们这印象中大事才讨论 因为我其实觉得孩子就一定是让他自由地成长 谁不是呢 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吧 可能自己因为从小学音乐 然后真的是很苦背上手风琴 然后自己牙里有点婆婆 哎呀 我也是背着手风琴 我也背着手风琴 你看今天就三轻合了 你应该就暴露年龄了 你为什么不学手风琴 因为这是八五前人学的 八五后以后就学钢琴了 我也背着手风琴 你看 隔离一看了 就隔离 说明我们这时候父母相对经济条件不错 不是 不是 就是觉得很苦啊 孩子们在做作业的时候 我做作业 孩子们好了 做完作业 下去玩的时候 我开始拉手风琴了 对 可以啊 到底该不该给孩子报兴剧班啊 是一个今天朋友圈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下面 或者我们的公众号去聊一聊 这个抱跟不抱看上去是个小事 其实不是个小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天我就跟你一样 崇尚自然发展 有一天回来了下班早 看全院我女儿蹲着地抠土玩呢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这孩子怎么那么落寞地在那抠着土呢 我妈说 你们不是自由成长吗 人家走宝宝去了 没找个玩 偷鼓玩呢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特别有感觉 就是我实际上是自由生长 但是她很孤独 我放弃了我的想法 我们看到了一些跟拜托了妈妈 这个经常互动的微博大V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藤豆儿Candy的日常 她说孩子要不要上兴趣班呢 曾经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总觉得孩子的童年就应该开心快乐 没有必要给孩子报那么多培训班 可自从Candy开始上幼儿园 身边的小同学 都是三个四个特长班的报 所以我终于也坚持不住 开始给孩子报了班 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看没有 这跟咱俩挺像的 对 本来想搞特别 最后没坚持 就我觉得因为周围的好多朋友 他们都是曾经在孩子小的时候这样的 但是当过了几年 我看到他们之后 都全部像这个妈妈一样的 就刚才说的 对 人家所有的孩子 对 报了兴趣班的孩子都在台上表演 而她的孩子这么多年过去了 只能参加合唱 这个妈妈心里就特别自责说 是不是我害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你会这么讲 来 再看下一个妈妈怎么说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妈妈 这个妈妈叫 拿云公子是一零后 她说孩子要不要上辅导班 快乐童年有需要的爸爸妈妈妈 可以按照孩子的兴趣选他真正感兴趣的内容 以培养兴趣为主 考级 个人不提倡 兴趣也有道理 孩子现在两岁有报什么兴趣班没有 他报的都是 比如说体育班 就是去运动去跟那些小的小孩子们的爱起来 做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肢体的运动 但是对于这种才艺方面的这种班 还真的没报 他就是锻炼你的能力 然后呢父母陪同 我觉得这个严格意义上 其实不叫兴趣班 就成长班 其实是小孩成长的这些 小亮的这个小女儿 其实她也没有报任何班 来看一下 小姐好 我去网店吃 当主持人吧 好吗 我去网店吃 我去网店吃 哎呀 太可爱呀 太可爱了 要去 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天后天后 你生的用报班吗 他在这儿呢 来来来 乱编 太帅了 就没一个人教他自己全部 真的 但是我们家里放的有吉他 你看 因为家里有很多朋友 他们三四四为我 别乱编的吧 谢谢大家 谢谢佳佳 这分明就是要放到我的位置啊 其实我没有想到 让他一定要去学音乐什么的 但是因为我们家里 经常有一些三四朋友 然后就在搞一些即兴的演出 他在旁边悄悄的玩那些的 我们最多教他的 就是要怎么样去懂得尊重人 要去拥抱 要去感受他的心 然后就是尊重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其实刚才抛砖引诱 我们真的想了一下老师 那现在真的是暑期 大家都在报兴趣班 然后也出现了那种妈妈觉得 别人五花八门 她会责怪自己 妈妈急着给孩子报兴趣班 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 我在比较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也好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跟其他的孩子没有完伴也好 但是这个就会发生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兴趣是不是孩子的兴趣 还是我的兴趣 他为什么坚持不下来 从他身体的发展的角度来说 他那么小 他扛不住那么多事 对吧 第二从他大脑的发展来说 他其实不可能同一时间做很多事情 他是分散不了 最多的一个孩子 我看过报告十个 同时十个就安排着 那么这种您刚才说的 大脑承受不了 这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孩子不断地疲于 去应付各种各样的压力 睡眠不足 他吃饭饮食也会受影响 然后他的情绪会非常容易波动 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写的 我们成功地把孩子 变成了抽动症 抽动症是什么 抽动症 就是大家见面部表情 有些孩子不停地眨眼睛 歪嘴 我女儿幼儿园 好多小朋友就是忽然 特别发生在男生身上恐怖 对吧 就忽然就这样眨眼 是因为男生的情绪的发展 和女性的情绪的发展 会特别不一样 女性更敏感 所以女性在应对情绪的时候 其实她有这么多的分支 来应对她 她的大脑皮层 有这样的神经链接 但是男性的情绪反应 其实是很木然的 你看女人一般生气到 要跺脚的时候 男人还说你咋的 是这种状态 对吧 所以男人对情绪的加工 其实是一种很木然的状态 男人更容易抽出 所以一旦要是都让她抽了 你想想她的情绪的压力有多大 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我都已经给她预计好了 没错 她上幼儿园要上什么幼儿园 她前面第一岁的时候 要参加什么早教 训练她什么能力 别的孩子六个月的时候要做 我让她三个月就要开始做 我就要让她跟别的孩子都不一样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害死他们 这时候妈妈只能用剩下 可能用十几年的时间 回来来恢复孩子的 现在的状态 很多人就是说 我们七天轮着Farget 报各种的课程 然后说我也不要求她什么 就是去吧 但是你知道吗 虽然你没有要求什么 但是她是在那个群体当中 小廖你想一想 今天周一你要跟且家在一起 周二你要跟篮球队在一起 你别人矮吧 周三你要跟四 搞音乐的人在一起 周四你要跟 原意的人在一起 就是她必须要把她的大脑 分裂出来好几分 来应对不同的压力 对 特别是篮球队 对 我们说 我们说孩子真正能处理好一件事情 你知道是要到多少岁吗 25岁 能想象吗 是因为25岁的时候 我们大脑额叶的皮层 才真正发展完成 尤其是那么小的孩子 布置那么多任务 你想想她在承担多大的压力 她一旦没有办法控制 她就采用两种方式 要么就不动 要么就使劲动 使劲动就变成多动的状态了 你就会发现这孩子一直不停 因为她用这种一直不停的方式 来宣泄她的焦虑情绪 和她代谢她的男性分 但我想问呢 像我们都是没有参见过班的一代 也许这一代肯定比我们强 对吧 各种语言 对 但是从心理人来讲 我是不是可以大胆预测 没准我们比这一代心理 其实静静说对 咱们确实比那一代心理健康 四五岁的孩子就可能得抑郁症 其实方法很关键 并不是说不报兴趣班 也可以报 那您建议的方法是什么 对 我们跟大家会说到四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 不要同一时间报很多班 尤其是男孩子 我跟大家讲讲 大脑的发育 男孩子跟女孩子之间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就是因为他大脑左右两边的中间 那个搭桥的那部分叫片质体 它比较薄 女孩子比较厚 班上成绩好的往往 都是女生 对不对 对 好不过我们也是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女生一说话 左右两半脑全部都发亮 男生一说话只有一点点发亮 半门 过来我看看 发亮了吗 男人好可怜啊 所以他叫王军亮 对 第二个 这个兴趣是谁的兴趣 第二 这个兴趣一定是孩子的兴趣 我们要知道一点 就是说 我们期望他变成舞台上的 著名的人物也好 去让他练钢琴 跟所有的孩子可以PK也好 如果不是他的兴趣 永远都不是他的兴趣 因为我经常跟妈妈聊这事 他们都说 他说他喜欢 过两天他又不喜欢了 这怎么办 对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原则 哇 天哪 金姐太厉害了 金姐太厉害了 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在给孩子选择兴趣前是要去提供充分的刺激 让他知道有什么才能知道喜欢什么 而且在选择的过程中要给他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 其实零到三岁的时候我们不给他任何兴趣班 因为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在培养他爱上某一样东西 因为你跟他有亲密的接触 有好的亲子关系 他就愿意去探索 他探索的越多 他就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们说三到六岁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 其实有一个原则 我们不提倡给孩子学知识技巧类的东西 比如说素描 比如说思维 比如说口才 这种东西不需要学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专注于学技能的孩子 很多的能力反而会被限制 而且家长的压力会比较大 家长会认为说你一定要学会 但其实我们会发现 如果在这段时间快乐去学习的孩子 等到六岁以后很快的时间 就会赶上那些原来去学那些技能的孩子 所以每一次我就说 当我们去想孩子的时候 要把他想成一个大人 你才会尊重他的选择 你才不会觉得 为什么你每次都放弃呢 我就说最狠的就是 你老了以后 让你的孩子给你也报十个班 老年大跟上次的 对 你强热那种姿势 四个就是我们不要倾家荡产地 为孩子去做这件事 你说这个太是了 现在有一种特别强的攀比心理 是我们家孩子报十二个班 你们家孩子报几个班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个体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我们要尊重孩子 不要倾家荡产去做这件事情 是给你减少心理浩劫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独一无二 但是我们同时用自己的成就 老去影射自己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会像我一样 能说会道吗 会像我一样博览群书吗 会像我一样能创作吗 我觉得你就交给他 让他 他能就能 他不能 他有别的方面的天赋 对 是的 是的 对 其实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小亮来的 特别是时候 就是他可能马上会面临 这样的选择 然后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也挺是时候 你来思考一下的 因为可能也你正在经历 或者即将去面对的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 干货满满的 爱的小肚观 我们是张长出来的 牙齿宝宝 最近我们的小主人 总是发烧 总是流口水 总是压肚子 妈妈说这都是因为我们 守护官 正确认 守护官 正硕国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 儿童口腔医学院士 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 中国优胜优育协会 口腔保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 临床纪念丰富的正教授 今天会给妈妈们 带来哪些实用的育儿干货呢 那这个锅到底 四个小宝宝该不该背呢 正义生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其实他说的这些现象呢 好多其实确实是 也是这样的 一般这个宝宝开始长牙的时候啊 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流口水 这个是最多的 还有一个呢 他喜欢咬东西 因为他长牙的时候 牙传肯定有点发痒 不舒服 他咬了以后 这样的话就能缓解 那么个别情况下 有的孩子可能会发低烧 这个肯定不是高烧 如果高烧的话 就不是长牙的问题了 像这腹泻这就更少了 所以比较常见的话就是 流口水 咬东西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那个家长可以准备点 玩具了 牙胶这一类了 这样的话呢 还你他的注意力 我告诉你 你这期特别重要 你把这期听对了 孩子 我看你的牙 这哪期不重要啊 你这个挺好的啊 你这牙哪做的呀 就是我孩子 就是在平时刷牙的时候 他那个牙齿上面老是有些黄斑 其实特别注意这个卫生了 但是还是会有 会有 那么牙齿本身的话呢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本身发育的问题 本身它又只是发育不全呀 这种情况 可能会有点表面不平 或者这种颜色的改变 框化不好 这发育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得了取齿 虫牙了 但是我觉得前一种 可能性会是大 慢慢就没了吧 不是 它一直这么有 等换牙以后才没有 那得换牙 它相当于什么 就跟我们买那个玉石一样 有一个瑕疵 让您一说 我们都不敢笑 赶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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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没关系 家里 要我看你牙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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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让郑医生看一下 哎呦 她这大门牙对着 也就是现在十年前 把那个主持人的嘴打开 没有这么好的牙 两位的牙齿 都是花锯子做的 2017年的9月19号 公布了调查结果 五岁儿童的取换率 得到多少呢 是70.9% 天哪 那么我们十年前 才66% 就是一方面我们得反思 为什么其实现在家长重视了 怎么换牙和成组提高了呢 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饮食当中 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 糖的收入量 太高了 而且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 你看几乎你到超市去 各种各样的饮料当中 不含糖的很少 为什么 因为甜的上瘾呀 回头客呀 是你每天刷五遍 您就把那超市的东西吃一遍 是不是没用啊 它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大人都有一个体会 就是我们每次吃完或喝完 甜的东西的时候 嘴里会发酸的 就是我们每一次吃甜东西的时候 口腔中脱液的皮质都会降到5.5以下 都会脱钙 当你每天只吃一次的时候 就随着脱液的分泌 很快就恢复到非酸 就是等于说这种中性环境下 钙呢就会有一个再胖化的过程 不停地吃甜食的话 大家想想想那个酸度 一直没有机会缓冲上来 一直是处于一个欢的酸度天下 吃饭不断喝成肝 对 吃饭不断奶 对 吃饭不断奶 对 所以健康生活方式理念先行 先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很多误区一定是要被纠正的 比如说关于给宝宝护理牙齿 就有这么几个误区 我们来请教一下 孩子只有几颗牙 不用做口腔清洁 这个肯定是 一般都是反眠教材 不会 不会 我不是反眠 来 你说 我就觉得那肯定不行 他有牙一颗两颗都只是说 刷牙的方式 或者是清洗的方式不一样 那你的意思 有一颗牙的时候 就要做口腔清洁了是吗 当然 那怎么清洁 我觉得也是 对 有牙 一颗牙 当然有 不凑个整数 一般就是说建议 宝宝只要牙齿一蒙出 就开始为他清洁口腔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早 出生以后没长牙的时候 也可以帮他清洁 那一般我们会拿棉签 把它蘸湿了以后 轻轻给他按摩一下 这样的话 其实有一个这种 家长和孩子之间有一个互动 互动 再稍微大一点 接触刷牙的时候 他不会抵触你 对 你做过这个动作吗 做过 一开始 他咬你吗 特别反抗 因为你在他生到 因为最里面他是刷不到的 这里面的时候 他就特别反感 为什么要生到那个位置 他就 犯态 特别难受 但是后来你多了几次 他就特别无奈了 你以后可以创作一个刷牙歌 可以 你这主意太好了 你写一刷牙歌 给小宝宝那个刷牙的时候 就放这个歌 好不好 好 下次来就唱这首歌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全国观众看着 真的有播出去吗 好的 公义的啊 这是 好 而且这个益处特别大 因为我们会 你这首歌会影响一代人 正乡会推广吗 正义相做瓷大当时好 你这个除了生日快乐歌以后 就这歌火了 然后我觉得你这歌写的 必须 关于怎么刷牙这些得是正确的 所以呢 比如说关于给宝宝 怎么护理牙齿 怎么清洁口腔 我们就多学一点好不好 对 必须的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去实验区 小亮 你看我们这个桌上摆着 好多的这个器具啊 其实都是给宝宝护理牙齿的 就有的一看 比如这就是牙刷 但是有的呢就是他看着 咱们现在有点猜不出来是什么 这个是 有公分的感觉 你看猴子这样 对 就两个名其妙的 像毛巾罐我觉得 对 但这个我很熟悉 因为这个和宝宝现在正在用 正在用 但这个跟这个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感觉这个毛要 要软一点 要斩一点还是 好细心的 还有这个 哦 这个就是手指套的 嗯 这边就长的 这个跟牙刷的那个刷子是一样的 嗯 对 好 那咱现在来排一个序吧 嗯 好 就是从最小的宝宝 到这个宝宝长大 我先自己按牌一下啊 按牌 暗箱操控 你明牌吧 你还是明牌吧 我们今天考试是开段的两个 没事 您排着 你应该差不多这个 哎呀 不管了 我们得体谅一下 郑医生的心情 就比如说你搞音乐的 郑医生肯定心中无事管 嗯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大家如果我去那英优品店 其实真的好多 你以前都没见过 你看这个有点像这个 这个男嘴的这个结构 对 它只要取得到一个安抚的作用 哦 哦 再紧接着呢就是这种 其实你说的是对 这个倒不是小孩戴 嗯 应该是妈妈用的 刚长牙的时候 尤其是牙比较少的时候 嗯 这时候呢 这个父母呢 戴上这个倒一纸套牙刷 嗯 因为它是硅胶的 比较软 嗯 好好急到底有多软啊 很软很软很舒服 这感觉最近言喜功略挺火的 像那个飞子手上的护甲 这个有点像 其实小孩像牙胶那种东西 嗯 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比如说开始长牙的时候 嗯 觉得不舒服呀 小孩喜欢咬东西 嗯 这时候我们其实提供一点 这种牙胶干净一点的 嗯 它这样的话 缓解它的这种烦躁注意力 也是安抚 安抚的作用 这个小的话呢 特别适合就是一岁以后 一岁以后 因为牙齿的话 差不多能长到八颗 或以上 这时候呢 因为它牙齿块是比较多了 这时候就用这小牙刷 更好一点 嗯 我建议使用尼龙丝的牙刷 嗯 尼龙 你摸一摸 啊 细尼龙丝的 这个就是细尼龙丝的 尼龙丝的 但是刷饼可以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 刚才你说的这种硅胶的 它比较软 但是刷头那要小 因为太大的话 也 这么小 孩子用起来很难 嗯 这个不同的形状 小孩把翅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说我们就是一根这样的话 小孩过起来很难 对 所以有时候可能做成这种 容易把翅的形状更好 这样也要安全 我要选按年龄区分 就是一岁前 牙齿的少 硅胶的 一岁后 可以用这样的尼龙丝的 尼龙丝的 嗯 或者说一岁之前呢 可以用那种纱布 买回家以后 剪成一条一条的 嗯 那么这个纱布以后呢 手洗干净以后 把纱布缠在手指上 沾湿了以后 抹一点牙膏 牙膏 再擦 一般我们都建议呢 就是说 开始帮她刷牙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牙膏了 嗯 而且我们建议使用 儿童的含抚牙膏 嗯 但是这个量很关键 因为好多妈妈特别担心 嗯 因为小孩不会吞咽呀 对 把牙膏都咽下去了 都危险了 对 所以每次的用量呢 就是相当于 一粒大米粒大小 哦 就非常安全啊 嗯 比如说小孩六个月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开始长牙 嗯 就是我们帮她清洁的时候呢 每天做一次就可以了 嗯 三岁以上的话 因为小孩这时候 含术啊 术口都比较 基本上都可以了 嗯 这次我们建议每次使用 弯豆粒的大小 弯豆粒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说得特明确一点 这样家长 都是好掌握 哦 对 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粒米大小 一粒大米粒那么大 对 到了这个时候就是 三岁以后的话 还有就是我发现啊 现在电动牙刷 其实越来越普及了 哦 对 这个是个 那给这种婴幼儿 也可以用电动牙刷吗 婴幼儿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慎重 一般我们都建议呢 小学六岁以后才用 哦 六岁之前 不太建议用电动牙刷 哦 六岁以后才用 其实有的时候 小孩把电动牙刷当成玩具了 有的时候 嗯 嗯 对 那刚才小亮呢 基本上可以得个95.5了 但是呢 你就进入到了进阶的阶段 嗯 就是你说这个牙刷呢 他应该怎么来刷牙呢 嗯 给你拿个摩托 对 那等他慢慢长大 他这牙长得可说得多了 我从后面看 前面原来是这样子 对 当他是宝宝的牙龈跟牙齿 这个宝宝长得好着急啊 这个宝宝的牙看着长得 还挺不错的 对 对 那你说说 这牙应该怎么刷呢 这个刷肯定是不对的啊 对 很小的孩子那样 然后有的最早 好像我们说是这种上下 上上下下 直着刷 好像后来又有一种说法啊 听说就是要稍微斜一点啊 然后怎么怎么点 但我这个也是跟我经验 因为大人的牙齿 还有他比较坚硬 受得了这种刷法 小孩 我觉得必须要向老师请教 一个什么才是最正规的 刷牙的方法 对 他这样 因为这个牙 我们看着这个模型 是一个相当于宝宝牙齿 完全长出来以后 但实际上呢 宝宝长牙的过程当中 数量是不断地增加的 所以由多到少的时候 我们刷牙的方法 也有所调整 六个月开始长牙的时候 到一岁的短时间 那么由一颗 一直到差不多八颗牙左右 对 那么这时候 给它刷牙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用种 我刚才提到的 这种纸套牙刷 清洁的时候就很简单 里边 从上往下 到了一岁以上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建议 是使用这种小的 尼龙斯牙刷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啊 这个比较小 上牙一般我们是 从上往下 下牙是从下往上 都是正向 咬和面就这么刷了 那我们牙刷这个毛的角度 跟我们的牙是90度吗 还是说要斜一点 差不多这个牙刷的刷毛 跟牙齿 表脉呢 呈45度角 45 轻轻放到这个上面 这个牙床这个位置 边上 一刷 这样就可以清洁到 那个牙床和牙之间的 你看这个我们轻轻的 有一点 因为刷毛比较软嘛 你看 有个扶刷的动作 把牙缝就刷到 一岁到三岁的话 主要还是父母帮他刷为主 但这时候 让孩子要参与进来 如果你帮他参与的话 那么孩子就可能 就是抵触啊 就不太容易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这两个过程 其实都很重要 参与很重要 那到三岁以后的话 我们就特别提倡 孩子这时候 他自己可能刷的能力更强了 因为也上幼儿园了嘛 这时候学一些行为动作 都比较容易 这时候我们就建议 还是圆弧法 圆弧法就画圈 画大圈 太长实实了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好多这个家长 也给我反映 就是说小孩上小学以后 发现刷牙呀 时间呀 比以前更短了 更快 就这么的刷牙不认真 对 所以说这个家长的监督 还是非常重要 对 您知道我女儿 每次刷完牙 然后我就进去洗漱 我发现那个洗手池子里面 总是有这么大一块 那个牙膏 牙膏会散了 其实他就刷开了 一半的那个牙膏 还有一半就直接吐出来了 对 这个还行 我没有成子浪费 因为我一般都是 一半刷了 一半吃了 那这个刷牙的时间 一般来说要刷左场才对呢 其实呢 就是一般如果说 像比如说三岁之前的话 因为这个时间 只要以刷镜为主 你比如说孩子六个月 就两颗牙 你可能擦两下就OK了 对 那么三岁以后 牙齿中间长期以后 这时候我们刷牙都建议呢 不少于两分钟 因为更好一点 对 所以那我们现在马上 回到场中 看看关于宝宝护理牙齿 还有什么样的误区 需要提高我们的警惕 走了 说完了第一个误区呢 这里还有第二个误区 就是蛀牙不会传染 来 向两位那个男生回答 这个应该不会吧 小朋友蛀牙 他怎么传染啊 这答案就写在上面了 误区 你知道吗 逆下思维 对 误区肯定就是说 传言这样的 那因为误区两个字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错的 一个孩子的牙 能传染给谁啊 那传染就是遗传 不对 传染 蛀牙其实是可以传染 真的能传染啊 这个传染跟我们理解的任务 传染病不太一样 比如他为什么得虫牙呢 是因为有细菌 那么其实在上个世纪 90年代的时候呢 中外的科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因为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口腔里是没有细菌的 对 等后面大压出来以后 这口腔里细菌会越来越多 到底来自于哪呢 把妈妈的唾液 爸爸的唾液 小孩的唾液都取出来 那么就做了一个基因型的鉴定 大部分跟母亲是一致的 那么在我们国内做的研究发现 不仅跟母亲的一致 而且跟这个主要看护人是一致的 因为给孩子要有时候喂一下粥啊 或者这些类似这种腐蚀的时候 他不知道有多热 要尝一尝 自己先尝一尝 这也不错 以前我们小孩都是 跟小鸟上喂的 虽然是挺恶心的 但是那时候人都这样 都是这么过来的 现在还想这样 啪就被我们拦住了 脚以后在喂这种很少了 可能有时候比如亲密的接触 现在比如亲吻 你孩子嘛 尤其上一天班回来以后 你小宝不在家了 你可能特别想抱起来亲一亲 前两天我妹妹出门了 我去他们家正好阿姨看着 我就抱着起他们家孩子 一直亲他 他妈的头不让我亲 我抱着一个 一直在亲 你太后路了 就是在你三不见的时候 有很多像我刚才这样的 特别有爱要宣泄的人 就在亲你们家的孩子 也许王正亮现在 在家里的孩子 已经被亲过无路了 你头上能亲过呀 这个 就是人类这种情感的传递 是我觉得我们是应该鼓励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作为父母来讲的话 首先要保证自己口腔的健康 这样的话 其实就比较安全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照您这么说 法国人最容易出问题吧 那不一定要 他们从小就 不 她说我牙齿要是好的话 注意口腔卫生 其实就避免这个 就不要矫情 但是要有这个健康的意识 所以今天说的好多都是干货 而且刚刚说到法国了 我觉得就此应该开启 今天一个考验一下 小兰哥的环节 刚好也是来自于 爱自法国 守护宝宝的和声援 带来的爱的摸摸答 和声援爱的摸摸答 本环节一共有四道育儿问题 每道题的答题时间为五秒 嘉宾每答对一道问题 会获得一个飞吻 每个飞吻可以兑换 由京东母婴提供的 一百元京东易卡 如果全部答对 会有额外的惊喜哦 另外本期会有一道 和声援育儿助力题 如果嘉宾答对了育儿助力题 就会获得由和声援提供的 丰厚大礼包哦 怎么样 我们的小亮哥准备好了没有 好 准备好了 好紧张啊 好的 那就紧张地开始听题吧 宝宝上下个掌 二到四颗牙的时候 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牙刷 给宝宝来刷牙呢 A 硅胶手套型牙刷 B 带饼硅胶牙刷 请作答 都是 我就记住了硅胶牙刷 这两个都有硅胶牙刷 手套和带饼质的 是吧 还有带饼质的 还得用手套的 好的 各位 恭喜小亮哥回答正确 开门红 接下来请听下一题 给宝宝多吃核桃 可以让宝宝变聪明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请作答 我知道大人应该可以吧 一直来说你傻了 你就吃点核桃 对对对 但是小孩 小孩是不是也可以啊 小孩是不是也可以呢 小朋友哦 是也可以呢 是核桃吗 吃核桃能变聪明吗 误想思维 嗯 不可以 好的 各位 恭喜小亮哥回答正确了 没错 其实呢 单独说核桃是补脑的食品 是绝对不科学的 事实上 核桃当中含有的建脑成分 在大部分当中的坚果都具备 所以只是普通的坚果而已 好的 请听下一题 宝宝湿疹的原因之一是 A 宝宝皮肤环境过于干燥 B 宝宝皮肤环境过于潮湿 请作答 干燥 潮湿 干湿 干湿 点到谁就是谁就确定 干燥 干 干燥才会起湿疹 好像不对啊 湿了才湿疹吧 也不一定啊 湿了的话就会有湿气在身体里面 表现的不一定是湿疹呢 我什么都没说 那我就选A吧 干燥 反着来 写歌写得好的同志们 大概都懂逆向思维是吗 但是逆向思维 唯王道 回答正确了 真的呀 没错各位 那宝宝的皮肤干燥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裂隙 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变差 外界因素容易刺激皮肤 引发湿疹 好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爱瑟法国守护宝宝的 和声源 育儿助力题 请听题 和声源 育儿助力题 乳糖相较这糖而言 更能改善宝宝的肠道活力 有利于盖的吸收 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吗 A 正确 B 不正确 请做答 我是这样觉得的 这糖肯定是孩子少吃的 这个是我知道的 对 但乳糖它说是 就是这个东西 乳糖 你看妈妈的乳 这个乳糖应该对孩子比较好 正向思维 对吗 我正向思维一个吧 好的 恭喜 我们正在乳糖 乳糖是母乳中的主要碳水化合物 为婴儿提供能量 有利于肠道有益菌的生长 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另外 想让宝宝的小肚肚更加舒适 选择一款好的配方奶尤为重要 富含SN2 Plus结构质的配方奶 喂养效果更加贴紧宝宝的天生需求 减少宝宝钙造的发生 另外配合LPN乳清蛋白 作为母乳中天然存在的珍稀成分 能激发宝宝自身保护力 帮助减少宝宝体温异常 宝宝的健康成长 妈妈更放心 那么在这儿要恭喜王正亮 获得了我们和声援提供的 育儿助力大礼包 同时还有双倍的奖励 由京东母营提供的 价值800元的京东一卡恭喜 太好了 谢谢小亮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 特别特别的重要 希望大家都爱护自己的口腔 还有就是一定要记住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就是每周四晚的21点25分 我们的节目会在山东卫视 准时和大家见面 千万别错过 是的 还有很多时髦的人们 如果要是你觉得 收看节目以外 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 欢迎你登录到 小红书 抖音等等 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面 只要搜索拜托妈妈 就可以关注更多的 时髦育儿信息了 我们一起来说我们的口号就是 做妈妈 很OK 我们拍张照片吧 感谢新浪微博 同学视频 爱情 优惑 搜索视频 乐视 PPTV 方星网 明明视频好 用视频上 电击能 其路回忆 来 咖啡支持